第四百二十三集 几思青呢喃着什么又道 姐姐 你说那夜视天为什么要救我和夜晨 是不是因为他想借助我接近你 如果夜晨和夜视天同时站在你面前 姐姐 你会选择谁啊 几思青没有理会 向着一侧偏殿而去 小林 只有你这种小孩才会做选择 夜晨区区神游镜和那可能踏入反须镜的夜视天如何比较 不过今日之事 我即将欠了夜晨天大的人情 如果真要选择 我会选择夜晨 他纵然反根 我总感觉他身上有着特别的东西 这东西一旦绽放 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 血蒙地牢 黑暗中两道身影向着光线靠近 斑驳的光影打在夜晨的面具之上 触目惊心 鲜血已经干了 夜晨身上的杀鸡却是依然还在 无比冰冷 很快 夜晨带着夜天正便来到了外面 他的脚步停下 抬起头 外面却是黑压压的一片 血蒙众多强者全都在外面早早等着 夜晨没有一丝巨异 反而笑了 他早就猜到想要离开没有那么容易 血蒙地牢镇守的弟子被杀 再加上进入血蒙地牢的长老全都陨落 如果血蒙再反应不过来 那就可笑了 其实本该带着清玄丰的强者来此地 至少可以抵抗半分 甚至如果有清玄丰老祖的出手 事情也会简单许多 可是他等不了这么久了 父亲也等不了 他目光向着一个魁梧男人射去 对方身上的气息极其恐怖 魁梧男人站在所有人的身前 众星拱月 如果没有猜错 此人应该就是血蒙盟主 剑血尘也是操控京城林家 幽魂监狱囚禁父母 想要得到叶家秘密的幕后黑手 四目相对 空气中撞出剧烈的火花 剑血尘居高临下地看着叶臣开口道 你是谁 为什么要带走叶天正 又为何要杀我血蒙的金炮长老 你可知金炮长老在我血蒙有多么珍贵 他自然不知道面具下就是叶臣 只能如此问道 叶臣冷笑一声 叶天正 今日我就是要带走 你可有意见 如果有 我便杀出一条血路 如果没有 你血蒙还能继续存在昆仑须中 叶臣身上爆发出极强的自信 无所畏惧 此话一出 黑压压的人群安静了数秒 数秒之后轰然爆发 笑声响彻 小子 你怕是搞错了局势吧 你脚下踩着的地方可是血蒙 况且你独身一人 又带着一个半死不活的普通人 难不成还想从血蒙走出去 哈哈 这怕是个疯子吧 别以为有点实力就能掌控一切 任何强者在我们盟主面前都是蝼蚁 盟主 我方正请求出展 必然将这小子置得服服帖帖 盟主 这小畜生交给我 给我五秒 我断他手脚 人权议论纷纷 他们看出了叶臣身上的伤势 更看出了叶臣的修为 超凡境亦或者入圣境的气息 具体如何他们不知 因为叶臣身上的煞气 盖过了一切 但是绝对不会超过入圣境 在场70%的血蒙强者 都足以抗衡 血蒙盟主剑血尘 看向叶臣继续道 现在局势很清楚了 你再怎么争辩也没有用 叶天正是我血蒙要的人 必须留下 不光如此 你的命我血蒙也要了 既然你戴着面具不肯见人 那我就让我的人亲自把你的面具摘下 王蛮 你不是说五秒就能断他手脚吗 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 雨落 之前说话的那个魁梧壮汉 直接站了出来 王蛮身高足足有两米五 远比华夏的姚明还要高不少 简简单单的一站 就自成压迫感 让人难受到极致 关键他的境界也不弱 入圣境巅峰 半步跨入圣王境 在剑血尘眼里 如此实力 对付一个受伤的小子来说 绰绰绰有余 王蛮对剑血尘攻攻手 点逐放心 我的力量 一些圣王境初期的强者都承受不了 更何况这小畜生 可能五秒都不要 我直接将他的头颅摘下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小畜生 有什么不敢见人的 雨落 王蛮一步跨出 地面震动 夜沉眸子微眯 单单对方的气势来看 要么就是炼体者 要么就是修炼力量的存在 和这种人硬碰硬 如果不敌 身躯都可能化为血雾 阵阵狂风席卷 王蛮眨眼间 便是出现在了夜沉的面前 一拳轰出 这一拳惊天地气鬼神 空气仿佛都压抑了 别看王蛮魁梧 速度却是出奇的快 一旦被砸下 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夜沉身上还搭着父亲 想要躲闪 根本不可能 无奈之下 他眸子一凝 勉强一拳砸出 甚至为了不让父亲 承受对方的伤害 身体前倾 硬生生地躺下 两拳骤然触碰 气浪翻滚 尘土卷起 宛如漫天皇上 因为夜沉强行承受力量 本身又受伤 面对这一拳 余波荡漾 全被他承受 血气上涌 嘴角溢出一丝烟红 更是后退了五六步 他看了一眼父亲 没有一丝大爱 呼出了一口气 随后 他将夜天正背在了身后 他不敢像刚才 在地牢一样 放在一侧 毕竟外面的 血蒙强者太多了 稍有不慎 父亲便会出事 自己的背后 是最安全的 不过他后背灵气包裹 倒是没有什么 太大束缚 夜沉抬起头 冷冷的看向王蛮 眼眸血腥宛如一头地狱巨兽 你很喜欢感受力量 夜沉冰寒的话语落下 王蛮见夜沉居然没有死 表情猙獰了几分 盟主可在后面看着 如果再不拿下这小畜生 他的面子往哪搁 小畜生 你确定要带着这么一个累赘 那可别怪我一拳死两人 雨落 王蛮咆哮一声 气沉丹田跨出三步 最后一步地面开裂 膝盖弯曲 骤然腾空 足足跨越了六七米之高 随后猛然下落 如泰山之势 携带着雷霆万钧之力 一拳从天而降 这是他的得意拳击 震山拳 一拳震山河 万敌不可挡 那一拳轰出的瞬间 所有人都能够清晰地听到 王蛮那庞大的身躯 筋骨齐鸣 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声 拳风狂暴 王蛮全身的力量都轰了出来 这一刻的他 充满了杀戮的气息 在那恐怖的气势之下 整个血蒙都隐隐震动了起来 顶级强者之威 谁敢触碰 他如猛虎下山 又如陨石砸落苍穹 那些血蒙长老和弟子 倒吸了一口凉气 王蛮居然突破了 这一拳的力量 哪怕是我也阻挡不了啊 一拳没有杀了那面具小子 看来王蛮是认真起来了 乱力量 省王静之下 几乎无敌 那小子就惨了 背着一个半死不活的人怎么抵挡 哪怕跑也来不及了呀 这一刻 所有人早就认定了结果 必然是碾压之局 他们甚至已经看到 两人当场化为血雾的场面 而叶辰却是死死的盯着那苍穹之上 冲撞而来的身影 他的嘴角闪烁着疯狂 体内的血龙之力全部汇聚到拳头之上 甚至眉心的那道不灭之火 也是感受到了叶辰的气息 涌动到叶辰的右臂 他的右手仿佛燃起阵阵火焰 师父说不灭之火有灵 更是极其的恐怖 看来不无道理 此刻的叶辰能感觉 右臂的力量狂暴到几乎要炸裂而开 他不再犹豫 带着身后的父亲膝盖弯曲 然后猛的冲了出去 今日我让你感受一下上股拳技 罗煞拳 一声怒吼 叶辰那燃烧的右臂撕裂飓风 直接迎着亡蛮而去 龙吟阵阵气吞万里 论气势 此刻的叶辰更不输 这一瞬间 叶辰仿佛化为一头吞天火龙 向着那震山拳轰击而去 有着不灭之火和血龙之力 这一拳仿佛能破开一切 拳风卷起滔天巨浪 当场撕裂了震山拳 所凝聚的巨虎虚影 怎么可能 叶辰爆发出的恐怖拳势和拳风 让王蛮瞪大眼睛 表情更是猙獰到极致 有那么一刹那 他心中竟然产生了畏惧 来自死亡的畏惧 猛虎和火龙相比 差距太过明显了 拳风凝聚的虚影巨兽越强 便代表着力量越强 感受着叶辰 展露出的强大力量 王蛮脸色怒红 不顾一切 吐出一口精血 疯狂地强化着震山拳 他要将这面具青年彻底毁灭 一声惊天巨响 两道力量骤然碰撞 地洞山摇万丈尘土而起 无形的气浪翻滚 地牢大门直接崩塌 不光如此 那些靠近的血蒙强者 也是硬生生的被震出了一口鲜血 所有人纷纷后退 谁能想到 那面具小子居然有一敌之力 狂风当中尘埃满天 尘埃中的王蛮 手臂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青筋爆了 他的眼眸中只有惊骇 甚至随着身躯的裂痕扩散 他的面色很快的扭曲 变得无比痛苦和惊恐 这一道道裂痕扩散